我們就是要做那個制定函數 剛剛講過的 那制定函數怎麼寫 首先的話特別是第一個 一樣切到V就Basic 第二個的話 我剛剛有寫一些東西又把它刪掉 我們重來一遍 這個我寫在後面 那個制定函數呢 剛剛按鈕是Sub 如果我今天是制定函數的話 插入程序 記得請你改成Function 那Function的話實際上就函數的意思 那如果是你自己寫出來 我稱它叫制定函數 如果是裡面已經有的 那叫內建函數 那我們這個地方的話 名稱也許我叫做手機好了 假設我今天有一個叫手機的這個制定函數 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自動幫我寫一些東西 叫PublicFunction 也是Public 就是共用的 也就是其他的專案也可以呼叫的到 這個Public有點像我網路上的Funding 我可以共用給人家一些東西 別人才可以存取 然後Function一定會有endFunction 後面的話一定會有一個名稱 那有個小瓜糊 上面的Sub小瓜糊裡面是沒有東西 可是記得在Function的小瓜糊裡面要有東西 因為你要什麼 要跟使用者要資料 那要資料的這些東西 比如要三個資料 請使用者提供給我三個 這三個 Ctrl C以下 切到Visual Base 切回來 把剛剛那三個東西貼上 然後記得就是說一個是電信業者 一個也許叫驅碼 鬥點 一個也許叫做墨碼 假設我簡稱三個東西 那因為剛剛那個這個地方不能enter 所以你這個地方就是 一二三 這三個東西呢 將來會跳出來一個視窗 那使用者就說 一二三 那我填給你 填給你之後的話 你要什麼 把它接到 接到之後 特別注意 請你把那個手機先搬到前面 前面我們是 把最後的結果什麼 丟到那個伊蘭的某個位置 可是這製定函數是 先會丟給手機這個函數本身 那手機這個函數本身呢 再看你的游標停在哪裡 他就再把最後的結果丟到那個儲存格裡面 他的流程不太一樣 那所以呢 等於什麼呢 等於 一樣喔 09 其實打的方法跟剛剛差不多 只是差別什麼 09and後面什麼 電信業者 那電信業者使用者會給你 會放在這裡 所以你就把這個直接拖拉過來 Ctrl鍵按住啦 複製貼上 有沒有 電信業者 然後呢 and一個什麼呢 減的符號 然後再and什麼呢 區碼不過要format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打一個format 其實我們前面是用test 不過這個地方 給他一個區碼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邊改成區碼 然後後面豆點什麼呢 000對不對 然後雙引號刮鬍 然後再來什麼呢 其實一樣嘛 所以把這個什麼 複製貼過來 Ctrl鍵按住拖拉一下 然後呢 把這邊改成墨嘛 所以這邊改一個墨 好 一寫完了 這樣就ok了 不用回圈 為什麼 因為回圈 我們等一下是自己點兩下 讓它向下填滿的 ok 所以應該可以了解這個邏輯吧 這個先丟給函數 所以這個名稱一定是這個函數在前面 然後它就先幫你暫存在手機的函數裡面 再丟到儲存格 ok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插入這個函數 在使用者定義會出現 所以如果你有寫一個一個以上的function 就會出現這個使用者定義 但是如果你寫錯了 像之前有同意用sup 它就不會有了 ok 所以使用者定義 手機按確定 那因為我瓜糊後面會有123 所以123 這個名稱跟那個名稱是一模一樣 所以如果你寫英文 你這邊會寫英文 ok 然後你給它這個 跟這個 還有這個 那它會先幫你暫存在這個裡面 這個裡面 這個裡面 存在那個有沒有 瓜糊裡面那三個東西 傳過去給它 它傳完之後有沒有 再把它串串串 全部串完之後呢 就會先丟到手機的函數這個裡面 有沒有 它前面丟到 丟到裡面之後 因為我游標放在這邊 所以它最後又把手機這個先丟到這邊 然後這個又把它丟到這邊來 那就完成它整個那個cycle了 特別之後那個執行 千萬注意 請你要從插入函數執行 因為之前可能同學一直把它跟sub搞混了 所以一直有同學就說 老師為什麼不能執行 他就這樣一直在這邊執行 然後一直按 他就奇怪為什麼不能像剛剛這個 因為它是方選 方選的話一定是在這邊執行 不是在這邊執行 sup才是在這邊執行 兩個是不一樣的 OK 因為這個問題詢問度太高了 所以我先講一下 因為可能是同學這個觀念沒有轉過來 它是兩個不同的東西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方選 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果你要選三次 你看我可以改選一次就好了 可是怎麼樣變一次 一次的話選這三個東西 怎麼把它分開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